教授專家學者跟關心這個社會的人 其實我就把重點講了 其實我在持平宴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是實踐所有學禮 然後遵循政府所有法令 然後去做落實的事情 然後我有很多感觸 因為一兩個月前 兩三個月前 那個校長組織一個研討會 在那個上面我上台的時候 我先講結論 因為人家問說還不會發生食安問題 那個前幾天是政府 田地院長跟部長都保證說 沒有現在在一開始架杖都安全了 我上台我是講說還會再發生 然後沒多月有錢 人家又講說這個安全 我還說還會再發生 我想今天結論一樣 我想這個我說還會再發生 因為這個非常嚴重 超出大家所想像 因為其實所有食品的問題 其實都造因於整個地球環境的污染 所以實際上沒有一個食品 現在是可以是安全的 但是大家都往往看到一個情形 就是說零減出 其實零減出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一直認為 零減出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不會真實存在 所以我為什麼用真實兩個字 因為除非在台大 或是在中間研究的那種特殊 去造一個特殊的環境 然後整個空氣品質什麼 全部控制以後才有可能 所以其實零減出是不可能真實存在 再來講未減出 其實未減出 過去政府所發表的數據裡面 都欠缺一個什麼標準 你是PPM呢還是PPB呢還是PPT呢 都沒有 就講未減出 所以實際上這個是也很重的問題 然後我前一陣子 他很願意樂心提供很多 他好的那種漁產品的 這個江醫師 林布子 因為他講說林污染 其實我覺得 我是建議說應該修正理解 因為林污染跟林檢出是一樣的 已經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真實存在 這個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字 然後今天我一直說 因為那個周教授很熱心 但我一直對這個 學術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今天是我拿到這一本新書 這個是看到我說 這麼多 周教授出版那麼多書裡面 這個是第一本 把很多問題直白的寫清楚的問題 但是呢 有沒有solution 沒有 這個就是我對很多學術界 很有意見的地方 就是一大堆的研究報告 然後一系列的東西 而且我 問題怎麼解決 這個書也寫著說恐慌嘛 而且恐慌也有風險 這個評估下來 這個不得了的風險 但是沒有solution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說 其實現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剛剛李院長講得很清楚 他從這種地球的 整個全球的這種高度看下來 其實這個是危機重重 但是大家都很多 這個學術機構一直想要討論討論這些問題 我覺得說 其實有那麼多 發生那麼多問題 又怎麼辦呢 所以我才一直 那時候建議台大校長說 依我看來食品的問題 其實是包含所有科技 以台大來講 我看他所有學院 所有研究 所有資深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都跟這個食品安全有關 所以我覺得說 台大才有能力說 在校長領導下 所有人 就是把那個專業集中起來 去克服那個問題 因為沒有一個領域的問題 能夠解決 我舉例子 現在很多 很多食品營養的專家 其實這些專家 教授學者 在他們當學生的時代 其實 那個儀器根本沒有那麼精密啊 不可能檢測到PPT或PPB啊 所以他其實很多 這麼多年來 很多的問題也存在 就是說 其實很多 致癌物質 很多 過敏原 很多 毒素 很多化學物質 那個是每年都有多少種 被鑑定出來 這個是致癌物 這個是有危害的 但是實際上 這些都是在幾十年前沒有的 然後那一群人 這個社會看起來就 一群化工的專家 一直製造一些 一些化學合成的東西 然後拿到食品來用 拿到各種環境來用 有的負責製造農藥的 有的負責製造那個 這個 除草劑的 有的就製造一些東西 然後最後都用到食品 在食材圓頭 那個農民去種 他用除草劑 他用農藥 然後養魚的 他又有抗生素 有的一堆東西 然後養牛 養雞 就是用物藥一堆 一堆 抗生素一堆 所以有一堆人在產生 一堆可能有毒害的物質 然後就用到各種陰的水去 然後最後來 你說一個食品 食品上面 你多少種食材 跟原物料 你一溯源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問題存在 所以我才敢大膽的一直講說 還會發生 這個原因也在這樣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已經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實際上非常有趣的 所有講到污染 講到社會問題 講到人權 這個社會永遠是 極少數人在關心 你講到任何問題都是這樣 但是我這幾年的經驗 當講到食品安全的時候 幾乎不分宗教 年齡 種族 性別 這個 所有人 全部 不分藍綠 不分什麼 所有人都關心 因為他覺得 這個食品安全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這個是 以他有利的條件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要整合 然後找出solution 我在講說 其實 很多科技 其實有沒有幫人類 就創造幸福 其實 沒有 你說現在的食安問題 就說 這個 這個油 廢棄的 食用油 為什麼有那麼多問題 我告訴各位 如果回到一百年前 怎麼會有問題 你家在炸豬油出來 這個豬油 油耗味 這個油耗味 就不能用了 你還有怎麼辦 但是 一群科技家 照出來說 這個可以精緻 拿來 脫酸 脫臭 脫色 然後一加熱油 這個油就可以 可以 有一群人 研究香料 就把這個香料 加進來這個油裡面 然後 這個香料是 豬油風味的香料 然後豬油風味 香豬油就產生了 你說回去的時候 沒有那些科技 根本沒有那些問題存在 所以 所有這個 其實 科學 我認為 並沒有真正創造 人類的幸福 然後製造了很多 潛在的危機 而你不曉得 這些危機 有多麼嚴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 尤其台灣面臨的問題 它其實有一個問題 非常嚴重 就是說 台灣是 小農的制度 所以我們在檢測 很多食材的時候 發現這個問題 當 在國外像 澳洲 加拿大 這種大的 這種國家 你去檢測它的 某一種 這個農作物 出來的話 它大概 基本上有三種東西 像說黃豆 它基本上 實際上它種植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農藥 有一個除草劑 然後再來呢 就是收成以後 儲藏在它的 裡面 它其實控制那個 蟲害的 這個藥劑 大概檢測出來 就是三種 但是台灣的情況不太一樣 台灣的情況 因為小農嘛 你這個農曆 種什麼 那個農曆 做什麼 然後你一年 最大的國家 它一年 只有一個 但是你這個小的 就利用那個土地 一年種了好多次的 不同的農藥 所以用不同的農藥 然後呢 你這個田地用的農藥 別的用其他農藥 但是可能是別的地方來了 欸 這個就是明顯 這個有它的差異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我認為 其實很多農民是很 無辜 無難又無助 因為他們也不曉得 到底 到底農藥在哪裡 塑化劑在哪裡 三聚清安在哪裡 它沒有一個東西曉得 說它這個東西在哪裡 但是你做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欸 就媒體跑去 像說去年中秋節 所有 這些店家 不管 禮記 過昂里那裡過 紅山 無記 那其實 那些餅維州的時候 廠商承受那些 非常 我不曉得政府在哪裡 所以在這種之下 很多認證其實是 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說 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很多 微型攤商 小型的餐廳 跟農民是非常可憐的 像最近 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有一個爭執 就 屏東 那個種 那個 紅豆的農民 他說 我按照農委會規範的 四種農藥 我在 使用 如果 出來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前天的寶石就講說 其實收成的時候 又定一個 這個農藥殘留標準 是比澳洲還嚴格 然後 施作那個農委會核准的農藥的 紅豆的農民 他只要稍微噴上去 出來 就會超過那個標準 這個就是非常矛盾的標 所以現在 政府這個法條非常多 每一個都照每一個不同的標準去定 超這個國家 超那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 現在實際上是 是必須去檢討的時候 我講說 最近我覺得 我提了很多問題 在政府的 這個 每一個部門回應不太一樣 我講最近的 最近這個 1月1號 那個環保署 然後 就講說 這個回收的退油制度 然後我那天 因為休假四天嘛 我有時間就開始寫文章 我就 眾多人們批判一下說 那個根本 那個考量 沒有考量完整 因為他 掉了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其實 政府不是來管人民的 因為到選舉到的時候 所有選舉 參選人都講 人民才是老闆啦 要來服務 要來什麼 都講這個 但是 綜航那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管理 就是管 我覺得說 它一個必須要有 經濟誘因 然後經濟誘因 有了以後 你就會自然形成一個市場機制 所以我們舉PET屏的這個例子來講 其實PET屏怎麼會去管理 收PET屏的人 不是這樣啊 你收PET屏我也跟你說啊 在路上看到有PET屏 我都撿起來 我拿去賣啊 這個什麼 有經濟誘因啊 我怎麼說要收這個要證照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啊 我為什麼要證照 我拿收這個PET屏要證照 我批判的原則就是說 政府這個決策是 忽略了經濟誘因 沒有讓它形成市場機制 如果有經濟誘因 又有市場機制的時候 其實 政府根本不必要 他自然而然 就能夠一做 所以今天很可憐 為什麼大部分的小蜜蜂 其實我們要感謝 結果大部分小蜜蜂都違反 因為小蜜蜂 那個 以他的情況 要去填表 要去申請 要去QR code 要去做什麼 怎麼會有能力啊 要去做牌子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能力 但是我講回來 我這樣一批評以後 昨天環保署 衛署長 我覺得那個回應不錯 他馬上講說 最好的辦法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是 這個我見過部會 這個我批評過很多部會 結果這個環保署是 回應比較積極 而且比較正面 他馬上曉得說 這個其實最好的環保是什麼 所以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我一直為什麼講說 這個學術機構 最後出來這個結論 或是這些報告 最好能夠 能夠落實嗎 如果不能落實的話 我不曉得 你印了三千冊五千冊 可能在全世界各大學的圖書館 那個書架上留存 我不知道社會又有什麼正面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 當然就是我得對 昨天在座教授學的專家 我覺得這個是事實 我看來這個是 必須大家去面對的狀況 最後我認為說 其實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檢驗兩個東西 也不要簡單 我一直強調 這個檢驗是最沒有用的東西 你如果到我們實驗室去看 我們這雖然什麼都能夠檢驗 現在我們都告訴我們的人說 這解釋結果出來 參考就好了 這個是最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這三十幾年 超過三十年 累積到自主管理的那種機制 就我們去看 其實看的時候是 是我們的經驗判定說 要不要檢查 因為我們的風華 這個溯源吧 你哪裡來的 什麼狀況 什麼季節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從加拿大 檢查到台灣跟東南亞的草莓 就管你說草莓來 那個其實你拿來 我只要問你哪一個地方 什麼季節 我告訴你要不要檢查 很簡單 你從加拿大 東北北海道來的 下雪過後 開始種植的那一批草莓 你根本不用檢查 那個是 沒什麼農藥 因為蟲都死了 蟲卵還在 孵化出來 它要早幾個月 然後你往山東 往長江 流域 然後以南到台灣 到哪裡 因為蟲不會死啊 不會下雪啊 所以當中間就 就蟲在啊 蟲在你什麼 你要去控制啊 控制的時候 你就會有農藥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不是用檢測 因為我是講說檢測 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是靠很多經驗 所以各位 有機會到我們那邊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菜拿出來 這個什麼 這個地方什麼季節 大概要不要檢測 然後我們定期在 戳這個 去驗證我們所有做的東西 大魚小魚 這個 因為大家都看到一個情況 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說 實際上大家覺得 國外的報告都選 大魚不要吃嘛 說大魚比較毒啊 但是我們檢測結果 這個 東南亞拿來都一樣 小魚是比較毒的 這個跟國際上講的 完全不一樣 因為國際上講 因為大魚是什麼 北太平洋回游 南太平洋回游 印度洋回游 北大西洋回游 南大西洋回游 這些大魚不會跑進 渤海灣 不會跑到黃河口 不會跑到長江口 也不會跑到泯江口 也淡水河口 什麼 那個珠江口 湄公河口 湄南河口 那個二仁溪口 厚金溪口 都不會跑到這邊啊 然後 什麼會跑到這邊 像台灣師做 那個 農藥 那個 火尼湯 火尼湯一噴的時候 下雨 然後就流出溪流裡面去 那個降解需要 一年到一年多時間 比如說什麼魚吃的 小魚啊 所以檢測小魚的時候 其實情況不是 這個國外報告講的 所以為什麼 覺得說 台大其實可以做一個 不是在全球的 全球就是亞洲 其實它有它的 食品的特色 然後在這邊情況 還有一個 一個狀況啊 全世界 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所有的大都市 它的 旁邊的河流 說 政治人說已經清理了 就整治了 全部都是經過污水處理池 台北也是啊 滴化污水處理場 再接下去 巴黎污水處理場 然後到出去 到後面是什麼 全部是海 海洋放裡 拉管子到五公里 到十五公里的地方 就大量 一天都百萬噸 就是要放下去 放下去 各位想想看 那個地方是大魚 還是小魚 都是小魚吧 所以我們檢測的情形 我們檢測很多 這個情形跟很多報告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問題 但是講回來你說 其實這個 我覺得提供了一個建議 就是說 大家檢測這個都沒有用 每一個地區在生產 其實兩個東西決定 一個是空氣品質 一個是水的品質 因為你農作物裡面七八十八都水 人體也是啊 都是水啊 其實這個水 決定了很多東西 人家講說 We are what we eat 也是啊 現在已經變成很多毒物 都可以融在水裡面 變成 We are what we drink 所以這種情況 你就很小的 然後大家都以為 其實大家都以為說 因為我們去那邊參觀的貴賓 我都叫他 帶他家裡自來水 跟他家裡的 要飲用水 結果 就發覺很多有趣的問題啊 就是大家認為說 大潭北都是水水庫 大家都一樣 但其實檢測結果 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個水水庫下來 每一個季節有差 另外再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有問題了 就是說他經過水泥大坝 然後水泥勾取 進入那個沉澱池 都水泥再加民環之類的東西 讓它沉澱 然後出來用大的鋼管輸出 到中型的 到都市裡面來 換小的鋼管 然後進去每一個大樓 每一個大樓底下蓄水床 有的是FRP 有的是水泥的 有的是不鏽鋼的 然後進來的管 其實有的是鍍心鋼管 有的是PE管 有的是PVC管 然後有的不鏽鋼管 又有兩百三零四的 再去大樓上面也是啊 這個水泥槽 FRP的 那個不鏽鋼的 又有很多種類 管子下來也是啊 然後日據時代留下的 很多老舊房子 門口接進去那個管子 其實當初在施工是比較容易 是用千管 大概台北是很少的 但是已經在有 所以什麼管都有 然後進去那個 每一個大樓裡面 再下來 就是說每一個人在飲用的時候 他就是 大家都怕嘛 尤其有錢人也擔心說 怕死啊 所以就買那個好的 那個淨水器 然後好的淨水器 就說買貴一點的 但是我們往往喔 這個在檢測的時候 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 淨水器沒有萬能的啊 沒有辦法 你 你是要做暖化呢 還是要去除綠呢 或是要做什麼 淨水器沒有萬能的 就會檢測出來 我們發覺 很多非常貴的淨水器 檢測出來 也有什麼都好 但是有一個狀況 是不太理想 就是淨離子偏高 那為什麼淨離子偏高 那個是用來殺菌制很好的 所以如果家裡很好 你家庭有一兩百坪 然後只住三五個人 然後你一天透過那個淨水器 去過濾出來 要飲用那個水 因為就不必要買那麼貴的 因為那個那麼貴的情況 那個是在人多的時候 那個殺菌速度快 然後在人多的時候 喝那個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要講說 一個是 既然說講那個 這個水的部分 影響到每一個 所有吃的東西 再來就是空氣 那現在就是說 PM2.5 然後實際上又要人家出去 要戴口罩 所以這個情況是這樣 所以大概 我跟各位聰明到這個情形 我認為還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也拜託 希望在台灣能夠有能力做這樣的 我相信只有台灣大學 除了這些 除了全體師生 整個這個力量 才有可能做得到 而且做下來以後 台灣又有最好的 各種的料理技術也都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其實美食 才有辦法去重建重建 因為這個也影響到國民的健康 所以醫藥費用的支出 然後台灣還有很多東西很特殊 台灣一年全球有700萬 超過700萬噸的塑化劑生產 台灣生產了四十幾萬噸 幾十種塑化劑 但現在檢測大概公佈的 都只有幾種而已 其實現在都只有九種塑化劑而已 其他沒有檢測 因為我們政府也不希望說人家檢測太多 因為其實台灣也小時候幾十種在這個景點 然後塑化劑也其實 現在是讓大家檢測也只有七種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問農民說 養豬農戶說 你有沒有塑化劑 他們都說沒有啊 應該都沒有用了 不過念那個貴侯啊 八號就是在那個七種以外的 他就說貴侯啊 所以你說很多事情 你就面對你了解的時候 其實是這種狀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還講說昨天報紙 前天再講說 這個匯油回收 幫麥當勞回收匯油的廠商 他虧了一億多台幣說 因為他簽約一公斤二十幾塊回收 我現在 這個地方是 值得很多探討的問題 因為麥當勞的廢油啊 大概是全台灣回收廢油裡面品質最好的 因為麥當勞是用單一油系 油的系統 什麼油是固定的 再來 他炸的東西就只有兩種 薯條跟劑塊 這個是固定的 然後其他廢油回收的人 而且麥當勞稍微酸價一偏高 其實他就跟亂掉了 但是你其他從那個廟口 或夜市回收的 不是這樣 他每一個 第一個攤子 第一個進天布朗 第二個炸雞排的 第三個是炸豬排的 這個也有人用沙拉油 有的用棕櫚油 有的用椰子油 有的用豬油 幾乎不同的 所以你送回去的那個油啊 這個油系非常複雜 所以那個油是 而且這個攤商都是愛惜這個 所以他都用到 幾乎他也沒有儀器可以測啊 都會用到酸價過了很多的油 所以這個出來 其實是油比較不好的 所以麥當勞這個系統出來的廢油 其實為什麼報紙寫二十幾塊 因為是台灣最好的廢油 那個廢油只要稍微加工一下 那個油馬上有可能變成好油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建議說 其實學術界是可以真正跟很多產業去做合作 或是去了解 就可以發覺很多潛在的問題 我想這個也能夠為這個社會解決很多問題 至於這個還有很多問題是存在的 但是我認為 其實以台大這樣一個人才積極的一個大學是有能力 只要校長願意 然後高一呼 然後真的 就讓他真正去做這個事情 很多事情之意可以發覺出來 因為你看 我舉一個例子 說很多婦人的疾病 我說塑瓦機 那個很多的保險套裡面也有很多塑瓦機 但是從來沒有人有研究報告說 這個不同品牌的保險套 他用的塑瓦機是哪些塑瓦機 然後量又到什麼地方 保險套裡面也有油啊 因為塑瓦機有幾個條件 那是融容性的 有溫度 有時間 塑瓦機就出來了 所以你說要檢測什麼 改建有機 我再跟你講 你說要檢測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戴奧機 我帶你去檢測 要有問題就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要了解一些 為什麼會發生 然後在哪裡取樣 因為取樣是關鍵 你怎麼取樣 在哪裡取樣 這個就是發生問題 你了解每一種 這種物質的特性的時候 你就會了解說 它會不會發生 所以我來講 剛剛才一直講說 檢驗是最沒有用的 你在檢驗之前 有一些基本功要做 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你要了解以後 才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最後還是希望 今天借這個機會 跟各位報告 也希望台大有一個機會 能夠領導台灣 所有的環境跟食品 能夠做徹底解決 而且這麼多年來 一講到食安 是所有人最關心的 你台大去講其他問題 都社會只有一小部分的人 關心跟熱情參與 我從來沒有遇到 我跟他講食安的時候 他不關心的 他都問說 你怎麼吃啊 要吃什麼 比較安全 不是這樣啊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關心 他自己的健康啊 所以這個大概 以上報告到這邊 謝謝